这是四大鸣鼓与林洛石的最终决战 五大高手一路从中一堂 打到了附近的大街上 吓得街上的百姓亡命奔逃 此刻的林洛石火力全开 一双拳头在火焰真气的加持下 刀枪不入且带有炙热的高温 一时之间占据上风 逼得无情四人连连后退 无情四人即便用出了十二分本事 也依旧阻止不了这种回事 只好采取了维尔公知的策略 从四面八方攻向了林洛石 林洛石挡住几招之后 施展轻弓往上飞去 无情四人同样效仿 来到石门之上对峙了起来 五人开始转换战斗模式 从招式上的碰撞 变成了内力之间的消耗 追命和铁手在石门的左边 无情和冷血在石门的右边 将林洛石牢牢地控制在中间 试图大量消耗林洛石的内力 眼见内力消耗不起作用 四人再次围攻起了林洛石 不曾想林洛石利用这个机会 发挥出火焰神功的最大威力 将无情四人分而击之 四人根本不是林洛石的对手 先是冷血和无情 再是追命和铁手 全都中了一记火焰拳受伤不清 从石门之上掉落下去 瞬间震起刺骨白色的烟尘 林洛石取得了绝对的上风 把剑拿出来 追命中了林洛石一拳 吐出的鲜血刚好留在了无刃神剑之上 无刃神剑瞬间散发出金色光芒 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追命的体内 煞时间风起云涌天地变色 林洛石抬头望向天空 发现晴空万里变成了电闪雷鸣 而追命携带这股天地之威 展出了一道恐怖的金色剑气 林洛石被这道金色剑气斩飞出去 追命看着无刃神剑惊叹不已 明白了所谓天人合一的意思 与此同时 诸葛清清和兔大师两人 经过数十回合的激动 也终于分出了胜负 只见诸葛清清挑起地上的断剑 出气不意杀死了兔大师 由于担心无情五人的安危 诸葛清清赶去了战场 而林洛石拼尽全力 总算挡住了恐怖的金色剑气 却也被剑气入体元气大伤 师兄 林洛石 清清 林洛石心知接不下第二剑 于是抓住了诸葛清清 用诸葛清清作为人质 威胁追命交出无刃神剑 这让追命陷入了两难抉择 到底是就还是不救 林洛石啊林洛石 平白你号称天下无敌 今天就用这种方法来报名 输了 林洛石从一个小人物摸爬滚打成为如今的武林盟主 中间不知道遇见过多少次失败 他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 反正丢脸也不止今天一次 无情文言表示林洛石想错了 今天他们所有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即便他挟持了诸葛清清 也休想他们会心思手软 诸葛清清让追命不要管他 赶快一箭杀了林洛石 否则就会有更多的牺牲 冷血出言赞同了诸葛清清 要追命为了大局着想 杀了林洛石以绝后患 追命依旧是难以抉择 他不愿做这种冷血无情之事 无情剑追命迟迟不愿出手 让追命将无刃神剑交给冷血 让冷血来做这个抉择 冷血 接近 冷血 拿去吧 没你这种充电